59岁刘德华的个人直播首秀让我们看到了最干净的直播间 累计观看人次破一亿 他关闭打赏刷礼物功能 直播间没有歇斯底里 没有各种PK 没有嘉年华满天飞 有的只是交流和分享 他说这样粉丝更专心会多看我集业哟 一个亿的观看流量 如果每人刷一块钱的礼物 刘德华很容易就可以赚到不小的数目 可他并没有 事无巨细的为粉丝考虑 只有给予没有索取 也许这就是大家钟爱他的原因 也是他超高人气 无以撼动的理由 这样的朴素弥足珍贵 出道四十年当然要庆祝 不是庆祝他红了四十年 而是庆祝他认认真真的工作了四十年 一个人能红也许有运气成分 但能红几十年靠的表里如一 始终如一 年轻时拼演技用作品征服观众 老了拼人品用人品征服群众 谈道德品格高山扬指 论职业操守登风造极 得意双心非你莫属 实至名归 这样的偶像谁能不爱呢